我是影評人圖祥文 東京小屋的回憶是一部充滿感情 又能夠足以反映日本文化與歷史的好電影 日本電影大師山田娘次最新作品 東京小屋的回憶 帶你重回三零年代的二戰背景 他講的也是整個從三零年代二戰 快要開始一直到發生二戰 然後一直到後來戰後 整個到當代的年輕人去面對這段歷史 愛情故事或是一個主仆關係的故事裡面 這個背景其實變得是很重要的一個背景 小屋裡的主仆關係帶出濃濃的人情故事 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個情懷 那反而那個偷情在電影裡面 我覺得倒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偷情 他還是會看到一個很清楚的 這個日本的文化跟這個時代背景的一個演技 所以我覺得人情還是這個電影裡最重要 最迷人的一個地方 第一印象世界